有關於那個工作區的切換部分 各位可以從那個在我們的二至十八頁 這邊有稍微講到 順便我就講一下 因為將來你們會遇到就是說 你可能 比如說你有 Java 一的專案 有Java二的專案 有Java三的專案 你的工作區其實是可以切換的 你可以放在不一樣的資料 就是工作區 那一個工作區實際上就一個資料夾 你可以做不一樣的切換 那切換的方法 你可以從什麼 切換工作區裡面的其他去切換 比如說你覺得這個工作區我不要了 因為裡面的程式可能亂掉了 那我想要再增加第二個 你可以Java二 你按確定之後 他就會產生Java二的工作區 工作區 那你按確定之後呢 他就切過去了 切過去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呢 他就會 重新再幫你啟動Eclipse 重新再幫你啟動Eclipse 那啟動之後你會發現就等於重來了 裡面的話呢 瀏覽器就沒有了 就是重新再建一個新的 比如說你可能第一張一個工作區 第二張一個工作 第三張類似像這樣 你如果要分開的話 不然你會發現以後你寫程式會寫一堆亂的 你又沒有系統 那你可以 重新的 那如果說你要切回去剛剛的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可以什麼 切換工作區 剛剛的這個嘛 點下去 他就怎麼樣呢 就可以直接幫我們做切換 那就直接怎麼樣呢 直接給再切回去 也就是你可以建好多的工作區 那每一個工作區可以放不一樣 類型的 這個 你的程式 你看切過來又回來了 有沒有 以後你專案就可以很多個了 因為你們現在還沒有感覺 以後就會有感覺 因為你程式寫的用途不一樣 就會有不一樣的工作區切換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這個匯入會出 我想後面再來講 這個比較 比較 比較 再來就是有關於那個 常常會用到的 比如說這邊有提到 在 二字 二字事業這裡 這邊有提到有關什麼 編中文字型的改變 不過我覺得這個地方 中文字型可能需要 改變的 應該是比較 機會比較少 因為這又不是文書處理 又不需要什麼 標開題 要做很多花俏 比較大的問題應該是 這個字太小了 尤其是我們現在解析度還好 有時候你那個 螢幕解析度比較高的話 字就變小小一點點而已 所以呢 你會需要把字放大 所以如果要把這個環境工作區環境放大的話呢 記得 在視窗裡面有個喜好設定 喜好設定裡面 剛開始很多那個同學都找不到 有點複雜 工作區喜好設定裡面如果你要把字放大 一般事項 一般事項裡面有外觀 外觀裡面有顏色 顏色與字型 顏色與字型裡面有基本 基本展開之後這邊有個文字字型 按編輯 編輯之後呢 本來10號字請你改為14號字按確定 再確定 你會發現字放大了 字放大之後呢 這樣感覺起來 會比較 感覺會看的 比較清楚啦 不然有些同學都頭都快要貼到那個螢幕 看看不太清楚 那如果你程式才寫一兩個還好 如果你每天 你就是要寫程式 Coding Programmer的話 我看你眼 眼睛很快就會報銷了 很多人那個 年紀輕輕都有什麼白內障 什麼的有的 沒的 那所以字 把它放大 放大方式 我再講一道 因為我做了很多次 所以都已經很熟 在這裡 一般事項裡面 外觀 這一個 然後 這邊有個基本 基本裡面的這一個 然後最後按編輯才可以 就是 喜好設定 然後 一般事項 的外觀 的這個 的這個 然後 的這個 再這個 所以總共要計 1234567 七個步驟 就可以做 字型的編輯 我發現那個真的是寫程式都要考記憶力 我後來發現 為什麼我很喜歡寫程式 因為我覺得 我感覺我記憶力好像 比較好一點點 很多年前的 比如說有些路我走過一遍 很多人都不記得東南西北 可是我走過一遍我大概都記得怎麼走 而且方向感特別好 我剛剛走的好像走 走了 可能多走一些路 我會想說如果我走這條路應該會更快 我就會試走 果真 有時候就越走越 越近 那可能是特質 所以你要 記憶力好的來寫程式一定會有優勢的 因為寫過之後你很快就可以 把之前寫過程式重新再把它打上去 可是有些人好像記憶記憶不太好 所以寫程式就會覺得是很痛苦的 那如果你記憶不好的人 你就要用方法 你就要 學會 把寫過的程式 要記得在哪邊找到 比如像這個畫面有沒有 我都會把他拍照起來 那以後你就看畫面 你就知道怎麼做啦 不然的話你哪記 記得起來 你現在記得起來 你回家 幾個小時之後你應該就 就忘記了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把字形放大這部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